大家福会增长 主持吉祥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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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教 所有神明 同享功德 荷蘭境內 所有天神 地方神明 同享功德 我為所有六道重生 累世父母祖先 冤親在祖福 修慈悲心 參加法會 哄啊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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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佛教講因緣 然後本來說要十點半開始 但是因緣車子沒開 他們大遊覽車說十點才可以開車 然後結果呢 又開不進來這邊 等等等等 那佛教裡面講 隨緣自在 這樣就好了 這一點各位要練習 我們說我一定要快樂 我不要痛苦 我要健康 我不要生病 那你就會很痛苦 那一位這個世間 凡一切存在 都在變化 就跟太陽一樣 這很自然不過的事情 那也就像你的身體就不斷地在成長老化 就是一點點在變化 就像後面點了這個燈 那為什麼它會亮 因為它在變化的狀態 它才會亮 那什麼叫空性呢 我剛剛講到 這個燈它不是單獨存在的 沒有這個燈油 沒有空氣 沒有火 沒有種種的住原 燈不能存在 所以燈在哪裡 就是不能夠離開這個 這些油啊 空氣啊 燈心啊 只要離開任何一個條件 燈就不能存在 所以佛教叫空性這個意思 那既然講空性 那燈呢 那就是等於世界了 因為這個燈油代表一個 一個礦物質 種種的組合 然後它需要空氣 那所以它要種種的助原 其它的燈來引燃它 所以空 燈的本體 是因緣合合 所以叫空性 那所以燈不能夠離開世界 然後燈存在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黑暗消除掉 把痛苦煩惱消除掉 我們點燈是代表一種正面 那這個叫智慧 智慧就是說 你看到燈你要去思維 思維 那我為什麼在煩惱 你看燈不斷地在燃燒自己 但是它放出光 燈沒有說我是燈 因為我是油 我是空氣 我是這些燈心 我是這些種種的物質組合的 只是我把這些組合起來變成一種光 去幫助眾生 去莊嚴佛像 那你要去思維這個道理 所以燈的本體是空性 它表現出來呢 是對世界的平等的愛 光 所以 但是燈最後一定會消滅 那我們也是燈啊 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每天在吃飯啊 曬太陽啊 空氣啊 那我們才有熱量 對不對 有這個熱量 那有這個熱量 產生眼睛可以看 耳朵可以聽 那所以我們不能自私 因為我們離開這些空氣種種 我們就不存在 所以眾生皆有空性 都平等 那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 就是發揮生命的光跟熱 去孝順的服務 去幫助別人 去幫助那些流浪狗 就像各位寫排位 我早上寫了 歐洲地區 荷蘭地區 法國地區 所有男女孤魂 痛苦有情 然後一直寫到世界各地 那就是法會的目的 法會的目的是慈悲 那為什麼能夠慈悲 因為不自私才可以慈悲 空性吧 透過這個智慧的了解 我們了解 一切存在都互相依靠的 一切存在 不能夠離開其他的任何一個存在 不是光燈 那些花草樹木 那些水 所有的一切 包括一棟大樓 包括剛剛我們感恩的印度教的所有生命 也希望印度教的所有的信徒 他們喜歡打坐 都能夠達到自在 而且能夠達到幫助別人 幫助眾生 所以佛教裡面 所以他們給我說 到印度教的地方 最好了 昨天我們去我們這邊的教堂 去念經 然後那個老牧師說 這個教堂沒人用了 你們可以申請給你們用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申請了 他們現在就要開始開會半年吧 他們問我們要幹嘛 那我們就請革新 我們坐下來 開始念經了 念經了 我說因為我們在創造一種慈悲的聲音吧 希望和諧 希望大家快樂 所以對我們來講 這個像片 你喜歡什麼像就什麼像 重點是心態和平 沒有恨 沒有貪心 沒有戰爭 不能如此 還可以愛任何人 包括愛敵人 各位記住這句話 愛敵人 接受一切 現在很多人很痛苦 我不能接受我生病 我不能接受我的太太對我這樣 我不能接受我的先生對我這樣 那你會很痛苦 事實上它會變這樣是你的心態 念一下 一切為心照 心為主導 我做個比喻好了 有一天有個太太 帶著她的先生 她先生已經不能動了 坐在後面 她太太說 我先生得糖尿病 又得癌症 然後什麼 講到老半天 我們旁邊有個老師父會打坐 她回答一句話 你先生所有病都是你造成的 因為很多先生是給太太氣死的 我看她先生 她先生就一直點頭 憋很久了 終於有人講真話 氣出來的 憋死了 一看了就知道 因為太太很強 先生一副這樣 老農民很痛苦 所以因為同樣的意思 別人也可以把你氣死 對不對 所以只是這個太太不了解這個 所以我們就勸她說 你從今天開始不要念她了 不要說她哪裡不好 你就對她很好 像燈像花一樣 對我們很好 但是對我們不會要求什麼 那你這種心態改變了 你的先生心裡就很平靜 他很平靜以後 你又產生了一種正面力量 然後他的分泌 他什麼就正常了 這很簡單的道理 就像我講我媽媽壞話好了 我的爸爸躁鬱症 我爸爸打人 然後腰痛得要死 然後晚上睡不著覺 吃安眠藥 然後我媽媽覺得我嫁給 她嫁給我爸爸是很倒霉的事情 因為我爸爸是有錢人又帥 我媽媽是鄉下人窮很漂亮 那我的祖母去問觀音菩薩說 這個要嫁給她 所以強迫我爸爸離開她的女朋友 她最愛的愛人 然後用錢把我媽媽 請回來嫁給我爸爸 你看這樣婚姻會快樂 所以我媽媽經常在抱怨 抱怨 我還跟我媽媽說 創造你嫁給爸爸 才可以生我這個出家兒子 為了這個 你要這樣想 後來他們兩個還是弄不來 所以我在我爸爸往生前12年 把他們分開住 我爸爸去住在寺廟 他覺得很快樂 他覺得很好 從那天開始 什麼憂鬱症 躁鬱症都沒有了 什麼高血壓都沒有了 快樂的不得了 都不用吃半個藥 這樣 那我媽媽也快樂了 我媽媽覺得我爸不在她很快樂 兒子在就好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心態因緣吧 你要世界好 你對世界好 世界就對你好 你對世界不好 世界就對你不好 這一個人為什麼長得很漂亮 因為他對世界很好 經常笑 共花 像我們把這個咒語當作花 各位可以今天會發給各位 可以掛在你的家裡屋頂上 每個人都會看 因為這上面有八個咒語 這叫見極解脫 有八個咒語 有時候想想 到底是他漂亮還是你漂亮 如果你沒有慈悲心 他比你漂亮 他不會生氣的 但是後來我們就開始把它插在虎目 因為這個是從虎目區學來的 他們很多軍人虎目都插著這個 把它在美國拍到了 然後我們說這個很好 然後就給他加上咒語 加上咒語的顏色 風一吹 就在超度了 轉法輪 利益眾生放光 所以 如果你經常用花 去供佛 用花去利益眾生 就像剛剛在樓下 有三位菩薩送我花 用花拿來供養那邊有佛像 所以我們供的時候 你不能自私說我要漂亮 我用這個花供佛像 願荷蘭漂亮 願荷蘭人快樂 願那些水中的漁衣快樂 你就盡量想越多越好 你想的越多 力量越大 功德越大 就對了 所以各位以後 為什麼要禪修呢 禪修是你供一朵花的時候 你就開始想 我用這一朵花供養所有的佛 所有的菩薩 你就慢慢念 供養所有的天神 包括上帝啊 哦 聖母瑪利亞啊 包括印度神明啊 希望他們快樂 我用我這個花 應我爸爸也快樂 我媽媽也快樂 往生的祖先快樂 我用這個花 哎呀 多胎的胎兒 我替你供 希望你得到花的美啊 漂亮 然後你又一直想 用這個花 我能夠為所有的動物 做供養 所以我昨天看了一個片子 來 法會功德 會像被殺的駱駝 找得離苦得了 因為昨天看到他們把駱駝 綁在柱子上 駱駝很壯啊 所以他的脖子有一點這樣彎 然後他們就拿個刀子 他那個血一噴出來 可以整個打水缸 因為他們駱駝嘛 他要等他血都流完了 駱駝都還不會死 慢慢在那邊掙扎 所以你看到了你要把這個駱駝 成為你慈悲的對象 你要去感受他的痛苦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供的花 乃至水 乃至一支香 對他們都有幫助 然後你要去想 這個花 這個香 這個燈 它是空性 為什麼因為這個花 再過幾天它就爛掉了 丟到垃圾桶 變成肥料 那這又變成有機肥料 他們又去變成新的植物 新的土的裡面的營養 這個營養就可以讓這個世界 開出更多的花 種出更多的菜和樹 所以這個花之所以漂亮 是因為它會變化所以漂亮 只是在最漂亮的時候拿來莊嚴這個世界 各位一樣 我們一樣 六道輪迴 天道 人道 阿修羅道 地獄 鬼道 出身 我們投胎做人 那是我們最能夠影響世界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在三惡道很痛苦 你在天道 人道 你在享受快樂 你不會想要去真正去體悟眾生的苦 那我們現在就像那個花一樣 這個人生難得 佛法難聞 我們難得投胎做人 而且還在修學佛法 特別在邊地 歐洲算邊地 邊地就是說他離佛法 好像佛法在這邊不流行 然後在這種邊地裡面 要修行佛法就有一點困難 因為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修 所以我很希望我們閣西經常 有住在荷蘭的閣西 教會有住在荷蘭的法師 學佛的人 各位在修行上面有一些問題 可以問問他們的經驗 經驗很重要 你本來胃痛 現在餵好了 這個經驗很重要 人家問你為什麼會好 不再罵我老公了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經驗很重要 看醫生大家都會看 當然看來醫生是個住院 醫生可以幫助你物理性的 但是這個胃痛的因 來自於這種對事情的不滿跟憂傷 這佛經想得很好 你這個人愛罵人 脾氣到的 心臟有問題 你這個人生憋氣了 生氣放在心裡了 忍了 你肺部會有問題 你這個人貪心很強的 腎臟會有問題 貪到一個階段 血液有問題 變成血管有問題 你這個人傲慢的 膝蓋骨頭一定有問題 所以你的心態就一直在影響了你的身體 你的心態也一直影響了你的命運 就像不會香的花 臭的花一樣 這個我們看到就不舒服 聞到也不舒服 所以你去影響世界怎麼樣 就會造成惡性循環 一直影響你 所以我們必須 我們永遠要記住一下 來 互相影響 互相依存 互相有因緣 沒有單獨存在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你希望健康 那你多幫助別人健康 心裡祈願別人健康 就像前面是火車站 這麼多人走來走去 看到老人 希望他健康 看到坐輪椅的 希望他更健康 看到他們拿著背包 希望他們不要太重 他們跑來跑 希望他們能夠找到好的工作 可以圓滿他們的血液 不管他在想什麼 特別你看到病人 你就一直希望病人趕快好起來 那你就很健康 你這個力量 可以幫助更多人健康 因為你是讓別人健康的力量一直在你內心 什麼叫禪呢 禪就是習慣那種心態叫禪 習慣慈悲叫慈悲禪 習慣空性叫智慧的禪 禪定它就讓你的心態保持在一個 你認為這樣是最好的 就像各位現在坐在那邊 我怕各位坐太久 腳會痠 但是修禪的人 他就故意讓腳痠痠的 但是如何在腳痠痠的麻的過程 他心態還是在保持一個正確的念頭 如果這個一定要練習 如果你不練習哪一天 老啊生病一定的 這是誰都要面對的 甚至死亡生老病死 甚至事情變化 這是一定的 但是你的心不能接受事情的變化 你的心態不能夠接受身體的變化 那你就會很痛苦 所以要禪 禪就是讓你專心 現在你在想慈悲 就像各位晚上兩三點還睡不著 因為你在想了一件事情 明明你想要睡覺 但是因為你的念頭一直在想那個事情 所以你會睡不著 如果你能夠放下放下 那你就會進入睡覺了 那禪有一點類似這樣 就是說你要把你的心去想 是正面的 不要被負面的拉住 所以說醫生說你可能三個月以後要開刀 哇這下你就慘了 你會想開刀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你會很擔心 你就會 你的病會發作得更快 但是傳到橋頭自然子 我們中國人講 以其我要三個月開刀 好在還三個月 我利用這三個月去放生 去幫助老人 去布施藥 去唸藥式經 而且保持因為相信佛法的所有病 來自於你的心態煩惱 你的心態煩惱的行為造成了這個病 所以我現在三個月少吃一點肉 對爸爸媽媽孝順一點 也餵一點食物給海鴨給鴿子吃 一點點麵包捏一捏 當它盛下去給那些河裡面的魚吃 你現在開始去修行 因為你已經在 等一下自我療癒 人可以自己幫助自己的 特別身體 那你現在就開始自我療癒 療癒到三個月以後 去醫生那邊檢查 醫生說 你那個白點不見了 怎麼會不見了 你還可以教醫生的 因為佛教的方法太多太多 所以我認為各位 你一定要自己有這個經驗 不但你可以幫助自己 你還可以幫助別人 像我一樣 我被判斷有三次癌細胞 三次 但是我想他們是好心的 不見得是癌細胞 只是他們認為 反正你就開刀就對了師父 為了眾生你要開刀這樣 那眼睛幫我開一刀 還可以忍 給我開完以後 師父這個不是癌細胞 那你幫我開 那你反正已經幫我割一刀 你乾脆兩邊都割 我就兩邊都雙眼皮 你不給我割一邊 然後第二次有給我說 噢 我的 不知道是膽還是 裡面 又有這個問題 一點多公分 然後我們佛教有替身 捏麵包啊 忏悔啊 對不對 這些膽的問題跟脾氣有關係啊 跟急躁有關係啊 那我們已經開始修了 不會急躁了 現在講話慢慢 不會罵人了 所以 又加上做替身 結果我再去給醫生檢查 他說現在0.3 現在這個醫生每次都要等我去 給他甘露丸啊 給他這些手環啊 教他怎麼做啊 連他太太都來拜我啦 這樣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他的善根 有些醫生 你們這個是迷信的 對不對 那有些醫生 這個去管用 所以我看那個臉像就不一樣 因為那個醫生的臉紅紅的亮亮 他這個人有善根 那有一醫生還有 像我媽媽開刀 完以後要吃素 那個醫生還指定 你把你的兒子叫來 我來罵他 哪有這麼不孝順的 媽媽已經生病了 你還要叫他吃草 要補一點 我這個醫生 也有我動用的關係吧 這個最好的醫生 請來幫我媽媽開刀 結果開完刀以後 說我媽媽要吃素 他很生氣 他為什麼 我花這麼多工夫 幫你媽媽終於醫好了 你讓他吃素 他好不了 那我開了幹嘛 就他要罵我 這樣 所以我就說 那個醫生是我媽媽的冤親在主 但是我哥哥一定要給他醫 給他醫 我媽媽就病得要命 我移到別的醫生就好 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各位 連醫生跟你是結善緣 還是結厄緣 都很重要 那這些你一定要有一點觀察力 有一點觀察力 所以很明顯 我媽媽到那個醫院就沒辦法睡覺 就叫到天亮 像琢磨一樣 我媽媽移到別的醫院以後 可以睡覺了 不用吃那個藥了 所以因為 所以人要結善緣 結善緣 但是往往在氣勢比較不好的時候 當你最近沒有在修行 你所去找的人都是要來討你债的 要報你醜的 這樣你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心態調整了以後 我原諒對方 我不再生氣 我生悲 你後面碰的都是好人好事 所以我講的這個簡單的道理 這個佛法 這個禪 它就是希望你能夠專心的 專心叫禪 由禪進入智慧的思維 了解空性 消除探聲痴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叫禪定 波勒智慧 但是首先你要專心 專心然後你才能夠看清楚 那你要得到一個專心 而且這個專心是一個正確的專心 首先你要持戒 所以佛教叫戒定會 打坐人很多 各種宗教都在打坐 但是如果他的資見沒那麼正確 我打坐但是我討厭某一個宗教 我打坐有私人的一些 我這個人還是會想要去打仗 就像那一天我看到報紙 很多警察在打坐 當然警察打坐是可以定一下 但是你要跟他講動機要正確 你不是打坐以後你可以去打 打這些強盜你可以打得很準 你要想說你打坐 目的是希望你有這個愛心悲心 讓犯人會去造惡也你要保護他 而不是要懲罰他 保護好人也保護所謂要造惡也的人 你要用愛去感化他 所以我來打坐可以 如果你動機不對你來打坐 可能會發生問題 甚至你有那些鬼神通 有魔的神通 那你這下就完了 所以各位也看到很多人有神通 他就不會修行我有神通 我比你還厲害 所以他就不想要修行 有神通又怎麼樣 還不是在生老病死 所以我昨天看了很多 昨天我剛好看到一個片子 看到其他宗教很好 我這個人生病 神的力量可以讓你的病好起來 讚嘆神 這個也是一個幫助別人的方法 但是究竟來講 這個人好起來了 他又開始去造惡也 最後又生老病死 所以這個不究竟 並不是說醫不好 而是真正的究竟 不在身體一輩子健康 而是你能夠解脫輪迴 或是你有一顆圓滿的心 沒有負面的貪啊撐啊吃 你的心只有佛的信仰 慈悲啊幫助眾生啊智慧啊 因為心態決定命運 所以各位聽我這樣說 一定要養成一個萬的心 我認為住在荷蘭 他們這邊靜靜靜靜的 水也很多 陽光也燦爛 人也蠻柔和的 那各位你就不要浪費時間 在這邊享受這種安靜 不然最後還不是死啊 這個安靜 是希望你能夠為自己 為整個 所謂眾生 讓他們得到一個永恆的安靜 看一下 大涅槃 我們叫涅槃寂靜 這個涅槃寂靜就是 心永遠的平靜 沒有痛苦 而且心很平靜 反光 就像鏡子越亮 它能夠照亮這個世界 佛教的所謂 大乘的涅槃 跟解脫道的涅槃不一樣 解脫道的涅槃是 我不要來輪迴的 叫阿羅漢 我不要輪迴 輪迴很痛苦的 那大乘的涅槃呢 它是 我變成佛的心 我要讓所有的眾生都脫離痛苦 但是它內心很平靜 但是行為很認真 很細心 很細心 就像你要拯救整個荷蘭這個國家 荷蘭國家是有好的 我們要推出去 荷蘭國家的負面的 這邊依然有殺生 昨天我們叫了一條河 叫鰻魚河 有人在殺鰻魚 所以有人在生病 荷蘭一定有人安樂什麼的 或是車禍 或是過去戰爭什麼的 或是死亡的 那我要如何幫助荷蘭 所有負面的事情 轉為正面 再痛苦的變成快樂 那你要達到這樣 你會有一個 有一個激進的心態 你才能夠發揮真正的力量 幫助對方 這個就是我們要修的 叫菩提心 願幫助眾生 願成佛的心 但是這個菩提心呢 那你必須要有絕對的空性 金剛 般若波羅蜜朵 所以大乘的空性 跟解脫道的空性 完全不一樣 大乘的空就是 沒有自私 不為自己 什麼叫大乘 一切為對方 一切為眾生 各位要注意 哪一天你出家了 經營道場 我希望我道場 越蓋越好 信徒越來越多 這也不是慈悲 因為你還有一個 我希望我的道場好 那空性的意思是 我希望天主教 基督教 各種宗教 都能夠先得到他們的快樂 經濟不能能夠得到救濟 你要把他們的事 成為你的責任 這叫大乘 不能責關心自己 所以永遠要記住 比如說各位 你開始修大乘佛教 你現在各位 有談戀愛 有先生有太太 你一直想到說 他要對我好 或是我想要抓住他 那你又 你又離開大乘了 因為你又想到你自己了 你要想的是 我如何讓他現在快樂 未來快樂 究竟解脫 我跟他在一起 或是我生這個小孩 是要讓他解脫成佛的 不是我要來送他去哪裡讀書 拿著博士 讓他一輩子不缺錢 不缺錢反而造更大的惡意 為了拿到那個博士奋斗的鑰匙 所以你拿到一個學位 去失去了自己的慈悲心跟佛性 那很浪費 如果你用慈悲心去讀書 你用慈悲心去做醫生 你用慈悲心去做企業管理 那還有道理 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是 一般都是先想到自己 想到自己的權利 自己的福利 這個你要修禪修了 所謂禪修是 我不能有為自己的想法 我一切要為這個世界國家 所以下回各位進關口的時候 不管你到哪一個國家都要問你 你來這邊幹嘛 我要來奉獻的 我要來慈悲的 我要來幫助的 你的心態有這個心態 事實上你不用講出來 你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你就會碰到一個很好的人來幫你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就像我以前在跑監獄 我以前我不會開車 那我剛出家幾年 我就一直跑監獄 那監獄有軍人監獄 一般監獄 少年監獄 都是在很偏遠的地方 我又不會開車 那我只能叫計程車 對不對 坐公車也不行 但是我發覺奇怪 我那時候就有感應 我每次要去監獄了 坐的計程車都不跟我收費了 他們就問我說 師父你要去哪裡 我去那個看鎖鎖 你為什麼要看鎖鎖 沒有啊 我去那邊跟他們聊一聊 好位 師父我載你去 那你要裡面講到幾點 我可能要兩個鐘頭 我在外面等你 還給我留電話 師父你下回喔 要去一定要找我 奇怪你又發覺 碰到很多好人了 所以我自己就有感應 原來每次我要去做好事的時候 欸 就會有好報 原來我的心態 所以 永遠永遠 要記住 比如說我跑到一些眼鏡店 我去選我的眼鏡 那還是個事情 你要開始改變觀念 我要去開眼鏡店 我希望這個眼鏡店賺錢 這個老闆得到我們的功德 希望他的眼鏡呢 那每個人配起來呢 度數都不會增加 你要有這個利他的心 這個叫修行 往往你用這個最好的心態 你會到了一個對你最好的老闆 找出一千副眼鏡裡面 就這一副適合你戴 配出最好的度數 所以這個就是修行 修行是你要開始改變 不要為自己 佛法的整個精髓分這兩方面 來 調伏自我 就把這個我壓到底 不要凸顯自己 因為根本沒有我這個東西存在 剛剛分析過 這個我 不過是這些肉體的感情的心態的 叫射受想行是五運合合 對不對 這個我不能夠離開太陽空氣 所以沒有單獨的我存 所以你不要想自己 所有的痛苦來自於自我中心 我的身體 我的愛情 我的事業 我的簽證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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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是生命的敵人 這個是我們學佛最大的福報 居然我們可以了解這個道理 這個世界每一個人 都是在凸顯這個我 我得博士的 我的國家 我的宗教 我的兒女 偏偏每個人都在完成這個我 那偏偏佛教呢 念一下 無我的智慧 這個就是最高的智慧 空性 無我的 所以佛教這兩個方面 第一個各位一定要調伏自我 那這個我表現出來就是什麼 貪陳詞的煩惱 你說我 我喜歡的叫貪 所以各位你看到那個男生很喜歡 貪的魔又來了 你看到那個境界很生氣 噢 撐的魔又來了 今天你皮膚比較白 你傲慢的魔又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我 我還裝著假睫毛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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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腿很漂亮 你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穿著短的褲子 你還不看 那各位你要小心喔 因為你不要一直習慣 那你天天不念佛都在滿足那個傲慢的我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世界很難的地方 因為每個人 所以為什麼出家人要理個大光頭 然後每個人穿的都一樣 這就不會凸顯那個我跑出來 那如果一個出家人去貪財好勝 你就自自點點 對不對 所以那各位這一點你要主要 佛教的第一個目標 調伏自我 消滅貪臣吃 淨化自我 念一下 自盡其益 你要把你的分別心把它淨化掉 你不要用我想我不想 所以特別年輕各位都會打電話給對方 我好想你喔 我想說你怎麼不想佛陀呢 你不是想那些疑怨可憐的眾生 你想我幹嘛 他說我愛你啊 所以我想你啊 你有沒有想我 沒有 我們要想著那些可憐的眾生 所以第一個各位要調伐 所以你所有的痛苦 都是覺得你有個我在痛苦 有些人痛苦到想要自殺 根本沒有這個我 哪有我的痛苦的兩個字呢 所以各位這一點你要 思維佛法 修空性 調伏自我 消滅貪臣吃 第二個要做的是什麼 來 普度眾生 對 不但沒有自私的愛 卻要變成一個平等 大慈大悲的 慈悲願力 我要讓所有人類都離苦 我要讓所有六道眾生都成佛離苦 你要發展這個 簡單的說 自私的感情變成一種平等的大愛跟悲心 那誰能夠圓滿這個任務 佛陀 所以我要成佛 誰都可以成佛 各位要記住 聽一下 眾生皆可成佛 眾生皆有佛性 這個你不用去外面找 佛性本具足 六叔壇已經講了 只是你如何開發它 所以我想各位願意到歐洲來和 你有你追求的目標 但是希望你這個追求是一個正確的 而不是 不要 苦海無邊 一直往外追求 最後你還不是回家 所以他叫我們回頭師 這個回頭不是我回老家 我們叫出家人 就是回到你的空性慈悲心 而不要回到你的欲望 自我滿足 如果你這樣你會一輩子很痛苦 所以這兩個方向就是佛教的修行 兩件事來 調伏自我 普度眾生 征服煩惱 承擔眾生 調伏自我就是智慧 承擔眾生是一種慈悲 那這兩個圓滿呢 就是成佛的意思 那這個方向各位要抓住 那如果你現在有痛苦 這也是很好修行的方法 因為這個痛苦的陰從哪裡來 你利用這個痛苦去解決它 這個痛苦的陰 那就是因為我有一個強烈的我 這個無名 然後因為無名起了煩惱 貪稱是造的業 那這個業現在讓我腳斷掉 這個業讓我眼睛下掉 這個業讓我被老公欺負 不管什麼業都有各種的業 殺身 偷盜 血淫 汪雨 喝酒 這個每個人的業就造成自己的命運 所以各位要脫離這個業的障礙 我們只要積善業 不造惡業 念一下 諸惡魔作 眾善奉行 所以命運決定在我們的業 這個業就是他們叫Kamma 身體的業 嘴巴的業 心態的業 你為什麼唱歌那麼難聽 你愛罵人嗎 你為什麼講話人家聽不下去 因為你愛批評講別人是非嗎 你為什麼口才這麼不好 因為你愛騙人嗎 所以每個人的業 你為什麼講話的時候對方跑掉 因為你罵過父母 罵過老師 所以每個人的業不一樣 你為什麼眼睛這麼漂亮 因為你眼睛不瞪人家 多用漂亮的畫 莊嚴的 讓這個世界很美 我覺得來荷蘭 荷蘭有個好處 花好美 花好美 很特別 因為我剛從英國過來 在英國的感覺 荷蘭的感覺不一樣 下一站要去德國 要拉緊 要保持警戒 給我的感覺 也有一點壓力 所以在荷蘭很安詳 因為大家念下來 尊重環保 尊重自然 就是說就在這種原始的環境裡面 不要破壞原始的環境 自己也可以住一個漂亮的房子 而不見得太把它人工化 太把它 所以在這一點尊重 所以我想各位 你能夠到全世界跑一跑 全世界的優點你都要學 所以我到現在還在學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民主 每一個宗教 你都要去學習 你不能說我是佛教徒 我幹嘛了解天主 基督教 印度教 那你不慈悲 你講這種話不太慈悲 因為佛教是普渡眾生 不是普渡佛教 是所有的生命 他想要得到快樂 他要升天 那你要告訴他真正升天的方法 他要發財 你告訴他發財的方法 等他升天了 發財了 健康了 進一步告訴他解脫 不要痛苦的方法 進一步告訴他一起成佛 享受生命圓滿的力量的方法 所以基督教可以成佛 天主教可以成佛 佛教也可以成佛 道教也可以成佛 為什麼 念一下 眾生皆有佛性 眾生皆可成佛 但成佛不是坐在那邊 而是你要創造因緣成佛 那你要發菩提心 修波羅蜜 還可以成佛 所以現在我們坐在這邊 我剛剛要各位寫這麼多牌位 那些往生者 如果你幫他寫牌位這個念頭 他就可以吸收到我們現在在聊天的內容 因為我們是保持一個在思維真理 在討論幫助眾生的方法 這樣對他會不會超突 會超突 因為他心態平靜 所以各位現在剛剛在聽我講 你就會忘了你的煩惱 甚至你會生起 慚愧心 我這麼愛漂亮 好像我錯了 我欲望這麼強 可能我錯了 這個就是一個功德 所以你就開始改變你自己了 而且如果你決定了 好吧 聽法師這麼說 以後不要罵人了 你的喉嚨痛就好了 以後我不要再這麼急躁了 你的肝膽就好了 以後我可能多吃一點素 不要脾氣不好了 你的心臟又慢慢恢復了 所以這個就是佛法 心態 但是這個心態 各位要祈求佛菩薩的價值 我們想做到 但是做不到 怎麼辦 趕快念佛 趕快持咒 趕快誦經 趕快禪修 各種方法都可以吧 只是禪修他比較容易面對自己 但是如果你很喜歡禪修又不行 外面總生那麼苦 你要去幫助他 如果一個人打坐禪修念經 只是在為自己的安靜或成就 我希望我得到什麼 我得到什麼 我要修一萬遍 兩萬遍 我將來我就可以得到什麼 這個你不是大乘佛教 因為你在想的是自己的成就 大乘佛教的一個基本 念下來 不捨棄眾生 不離開悲心 記住喔 大乘佛教修行是 一手拉著眾生的苦你要拉著 你不能放手說 放手我來打坐 不行 所以我要各位剛剛先寫排位寫在那邊 眾生苦我們寫好了 我們那個大本的是墮胎胎兒 裡面有1600萬被墮胎的小孩子的苦在那邊 所以地球永遠在轉 地球永遠在變化 生老病死 天氣一直在變化 那你要一死嚇著他們 不離開他們 因為不離開悲心 所以我在念經 不離開悲心 所以我在打坐 不離開悲心 所以我在共花 這個叫大乘佛教 如果我先放在那邊 我來念佛 我來持咒 我來閉關 那這個你已經為了追求自己 因為別人閉關 我也要閉關 別人持咒 我也要持咒 別人考上那個階段 我也要考上那個階段 那你就離開了慈悲心 不叫大乘佛教 所以我很喜歡講的叫半共半讀 據說你不得不去工作 因為你不去工作你就沒有錢繳學費 所以你要不斷地去慈悲 但是在慈悲的過程又有智慧的分析 這樣可以 也從不斷地去慈悲 去增加你幫助眾生的經驗 就像你是個老護士 老醫生 老司機 這個老司機不是一天天天在那邊打坐 如果看佛經你就會開車的 對 你去半功半讀 邊開車又邊研究 然後怎麼去做得更好 就像我們今天沒有做前置作業 如果你有忙嘛 先來開車一下 這路怎麼走 對不對 那怎麼聯絡 因為第一次嘛 所以禪修是你很多事情要問得很清楚 好 所以我想我們時間快到了 我們等一下要用武哉 但是基本上 像我這個想法不是在說法未經 這是我的心念 我只是透過語言講出來而已 所以 但是要讓這個佛法變成你的念頭 你不要再用你的想法了 你要開始練習 所以征服自己是最困難的 有一句話 在戰場上 戰勝百千萬軍隊的人 還不如一個戰勝自己的人 所以各位你要開始練習 先找出自己的缺點 如果各位你要開始修行 偶爾你回到家鄉跟你的家人在一起 大家看到你有沒有改變 你這次回來會洗碗 比較笑了 講話比較溫柔了 比較體貼了 比較細心了 那這樣對 你不能說 你看 我帶回來法國香水 那有什麼用嗎 所以 因為你的父母 並不是說你有錢 而是看到你的改變 你現在心情比較好了 而且你還可以影響他們 所以 那在這一點 各位要經常回光煩躁 就是孔子講的 無日三省無聲 我一天至少三遍 反省自己 我的缺點 所以我希望各位學大乘佛教 你要擺個鏡子 講話 眼神 心態 像我經常在錄影 我不得不被錄影 但是這個錄影也是直播的 所以我必須很注意 注意我的言行眼神 而且我講錯一句話 來不及後悔的 因為已經播出去了 但是雖然別人有人 不能夠認同你某一些事情 像我很喜歡死死 這兩天台灣報紙又再說了 海盜法師是英國湖墓區 就侵犯到別人的宗教 沒有這個意思 佛教普渡眾生 這邊是華人弧幕念一念 西方人弧幕也要念一念 佛法是超越宗教的 對不對 但是社會有少數人不能認同你 沒關係 有機會多回向給他 希望哪一天他也能夠了解這個道理 但是你不能為了這個事情 神奇 不滿 而且反擊對方 千萬不行 各位各位記住 學佛的基本的 永遠不傷害對方 永遠不攻擊對方 就算你把我殺了 在金剛經裡面 你把我砍成肉將 我依然把功德回向給你 希望將來你可以離苦 真的我成佛我第一個要度你 因為你砍我殺我批評我的緣 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以前你還沒學佛覺得我很不滿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我 我又沒做錯 我想要反擊他 那你又掉落這種陷阱了 那更可怕 你把事情搞得很糟糕了 所以各位以後 不管你在做任何的善事 而且這個善事不是你的想法 我們是按照佛經的真理 因為我們歸三寶了 這個真理是永恆不變了 是最究竟的 那你這樣譬如說你吃素 很多人會反對你 有一百個理由反對你 你不能退轉 你還是要堅定 堅定而且吃素 而且吃得很健康 如果你的心態吃素的動機很正確 是為了慈悲心 為了保留慈悲心 因為眾生都是父母 為了我們他直接間接被殺 所以包括現在很多觀念已經很新潮了 牛奶都不喝 因為知道母牛的苦 連雞蛋都不吃 因為知道母雞小公雞被殺的苦 現在有網路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你的理由很正確 所以你吃東西也要有慈悲心 有慈悲心吃東西 那你自然會吃素 如果你不是了解這個道理 一般人會覺得吃素沒健康 不營養太迷信 他會給你一百個理由 但是你連你吃素都吃了 你幹嘛跟這個反對你的人吵架 你不是不慈悲嗎 所謂吃素是為了平等一個 培養一個平等的悲心 罵你的人你也要對他慈悲 你不能心裡滴滴咕咕了 你也滴滴咕咕對方也高興 我就要趁你滴滴咕咕攻擊你 所以那你如何保持一個永恆的慈悲 這個叫修行 而且根本沒有一個我在被罵 只是佛法這個道理宣揚的不夠 這樣而已 如何用更好的現代的方法 讓更多人了解 吃素的意義 出家的意義 打坐的意義 那我想這個是佛教的目標 好 我們先回想一下 大家永遠無哉 下午我們繼續討論 各位也可以問個性問題 那時候你們可以多寫排位 來 各位念 願孝三丈諸返老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惜消除 四四常行菩薩道 歐馬里悲美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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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休息永哉 歐馬里悲美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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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電視台有責任 將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傳播在這個世間 希望各位多關心 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正號 1996-5232 1996-5232 顧名 生命文化基金會 1996-5232 if you have a fever for over 48 hours or allergic reactions or within 28 days afterward you suffer from sustained headaches difficulty breathing lower limb swelling and pain or blood spots on your skin seek medical attention and report your vaccination after vaccination wash hands frequently wear a mask avoid crowds and follow guidelines let's work together to protect each other's health 学佛要为众生而学为众生而行 学佛修行不是以个人的喜好来决定 闭关自修深入精脏固然重要 但更要懂得众生的需要 走入人群 实际帮助众生 聊至众生的身心病毒 才是大乘佛教徒应有的自卑动力 学佛就是要学习同理心 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伤 受苦 同理 其他的生命也不希望受苦 流血 所以千万不要再将我们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 慈悲 爱护一切生命 才会有一个快乐和谐的生活 心中没有怨恨 才是最美丽的心 释迦摩尼佛 生生世世的努力修行 为的就是要消除无名 贪爱与称恨 达成悲 智 力 圆满的佛骨 诸佛菩萨是以慈爱与悲心感动了我们 这就是佛菩萨的力量 慈悲为武器 忍辱为力量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体认众生的痛苦与需要 我们的悲心将会越去深刻与广大 因为能够完全认知众生的痛苦 所以我们的悲心也将会远离虚位而真实 护持功德书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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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生 优独生